大火快炒XO酱松板螺片 一旁还有师傅炒萝卜糕馅料 饭店厨房内整排锅炉全面开工 那厂人员年节档级一刻不得闲 而外厂工作同仁也为了赶年菜出货忙进忙出 分工合作将年菜枕中佛跳墙装和 萝卜高装带一台台推车送到货车上 还得手拿整叠订单一一核对 货量大到一天内要分上下五十段 至少四辆车配送 台北市双北这些 因为像佛跳墙它有带翁的 那一般宅配物流的时候 它很容易就破损 所以像这种的品项 我们就会选择自己来配送 单纯年菜出货可能就要三十位以上 另一家酒店年菜也要整箱整箱班 再用推车送上物流车 里头的佛跳墙和萝卜高 更要分车运送 因为保存方式大不同 宅配的话我们会以货运 然后像是不同的商品 有不同的温层 萝卜高的部分 它是没有办法冷冻 只能够冷藏保温的话 它就只能用冷藏车出货 建车合作 它服务台北的民众 也有透过啦啦木 可以及时送达 而且不会延误 制作年菜出货忙翻了 业者观察这次年价较短 留在台湾的人多了 加上餐饮业大多也会休年价 让更多民众预定 就怕过年饿肚子 华国大饭店佛跳墙 萝卜高都超过四千组 其余鸡汤 原体等品项也都破千组 韩社爱美酒店 目标业绩一千八百万元 比去年增加七百万元 而圆山大饭店总销量一千八百组 比兔年成长约百分之十 业者们各出奇招为保民众五藏庙 也赚进一波年菜财 华视新闻曹生邱荣庆台北 采访报道 哈喽我是郑雅芳 想要场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